大连公布43例新冠感染病例轨迹 3例无症状为儿童和小学生 大连11月13日点 大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指挥部 13日公布新增40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3例无症状 感染者详情及形成轨迹 其中3例无症状病例为儿童和小学生 11月12日零时至24时 大连市新增40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3例无症状感染者 其中31例确诊病例和3例无症状感染者 在密切接触者主动排查中发现 8例确诊病例在重点人群主动排查中发现 1例确诊病例在主动就医中发现 在通报的病例详情及确诊轨迹中 其中14例为庄和市某食品公司员工 另有多例病例为庄和市首站定点软库员工 和庄和市大学城食堂员工 在公布的无症状感染病例中 无症状感染者送某儿童 细确诊病例137的女儿 居住地为庄和市青达街道民族舞队 11月8日作为密切接触者 被转运至集中隔离酒店 隔离期间核酸检测阳性 随即转入省新冠肺炎及中救治大连中心隔离治疗 经省专家组会诊为无症状感染者 11月5日至11月7日居家为外出 无症状感染者王某儿童 居住地为庄和市兰电乡金厂村18点屯 细确诊病例169的儿子 11月5日至11月10日 轨迹与确诊病例169相同 无症状感染者王某 庄和市某小学学生 居住地为庄和市城关街道市济百合小区 11月9日作为密切接触者 被转运至集中隔离酒店 隔离期间核酸检测阳性 随即转入省新冠肺炎及中救治大连中心隔离治疗 11月12日京省专家组会诊为无症状感染者